我在挑战北方极寒的路上 尼泊尔的饰品我就暂时停更了 因为有好几个T的饰品素材 我需要耗贵大量的时间 目前我正在挑战北方极寒的路上 眼看就快过年了 我的进度必须得跟上 不然我这趟旅行就没有了意义 目前我也清理了一些储存空间出来 够我用些天的嘛 尼泊尔的饰品我会慢慢的整理 以后会找个时间段来 集中的发布有关尼泊尔的饰品 还有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不把尼泊尔推华带回来 她是很想跟我来中国的 也跟我说过很多事 经常跟我说想来中国 可她不具备出国的条件 尼泊尔的单身女性想出国是很难的 需要证明 我们常见的就是尼泊尔人来中国 就是 留学签 工作签 旅游签 还有就是最容易的 结婚签 也就是所谓的 扣一签证嘛 所有的签证内情都是需要证明的 没有证明哪怕是给你办好了签证手续 尼泊尔也不会放行 所以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毕竟翠华才18岁 所有的证明她都无法提供 旅游签还需要会中文 和六个月以上的银行正常流水 而且余额最少得30万以上 直接存进去还是不行的 她连 我们认识以后 我和翠华认识以后 她才去办理的身份证 她连银行卡都没有 更别说正常的银行流水了 另外 另外 中国人带回来的尼泊尔女孩 大多数都是通过尼泊尔结婚证 然后用结婚证办理的扣一签证来到中国 尼泊尔人和中国人办理结婚证是需要年满20岁的 这个要按照中国的华旅来 这些资料都是来自于 就是两个大使馆 我还去过大使馆好多次 都跑了好多次 好了不扯了 这次的冰雪之旅 耽搁的时间太多太多了 耽搁了太多时间了 现在外面正是冰天雪地的 我得收拾收拾车里面 然后继续出发了 期待我的旅行故事吧 谢谢支持